台北港周遭砂石車陰影車頻繁進出 加上這裡是台六十四線 銜接西濱的關鍵路段 成了大型車收運土石必經之路 危險警方在見個路口執行勤務 發現有輛砂石車車速相當緩慢 立刻上前欄停 駕駛卻疑似因為超載心虛 拒絕過邦 走近一看不得了 不止輪胎已經磨平 把覆蓋網翻開 最新的砂石對成一座小山 高度已經明顯超出車斗 警方調查這台砂石車 合法載運量是35公噸 但是無心駕駛拒絕過邦 遠景依照車胎車斗來估算 初步認定可能超載一百噸以上 加上駕駛未更換行車記錄器紙卡 還改裝車斗 同時還送環保局告發 最高可能得吃下51萬元罰單 只有擔心有司機心存 僥倖不把行車安全放在心上 警方出動這一種移動式過邦站 實施攔檢 羅州分局一百一十二年 取締大型車輛違規 包括超載三十六件 貨物剩六五十三件 行駛管制區一百一十二件 本分局於二十四日 於巴黎區台北港周遭 架設移動式地方秤 針對大型砂石車往來實施攔檢 當日發現該車疑似超載 經攔查確認迴歸事實明確 為了貪圖一時方便 受到巨額罰單 辛苦賺了跑車錢 恐怕化尾無有 三秀陳一翔 新怡新北暢報導 質意圈 差競 Big Bang 武士 差競 提到 東